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百 KPL秋季赛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要说哪支战队带给观众的惊喜最多 无疑是张大仙的XYG战队 因为他们已经在B组取得了三连胜的成绩 先后战胜了EDG,RNG和北京微博 而且战胜微博和RNG都是以大比分结束比赛的 要知道XYG差点连秋季赛的资格都没有 是由于GOG战队出了问题 他们才争取到了秋季赛的名额 否则XYG还在打K甲的比赛 而XYG非常给大仙争气 一股作气直接取得了三连胜 这让大仙非常欣慰 在赢下微博之后 大仙发出了感慨 他说半年前XYG甚至约不到KPL战队打训练赛 因为KPL战队觉得XYG不够强 现在拿到一波三连胜 已经有S组的队伍找他们打训练赛了 看来成绩真的能说明一切 其实XYG的优异成绩引发了一个问题的思考 XYG是进步太大 还是KPL队伍的实力在退步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K甲队伍如果在KPL成绩优秀 可以考虑让其获得KPL的永久席位 而不是临时席位 像MTG战队已经以临时席位打了好几个赛季 每次都要去打预选赛才能获得KPL的资格 而KPL战队里明显有些战队非常拉胯 表现完全不如MTG或者XYG 考虑让这些成绩太差的队伍降级 或许对他们会是一个激励 要联盟的席位注入新鲜血液 才能让比赛更精彩 小伙伴们认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